学员答疑第二句 盘面周期会论怎么办 一小时头是告诉你 然后我们在欧盘做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在最低点或最高点平常 对不对 那须头掐位 这样的话 就留给你四美金五美金的空间 就是一小时头是告诉你 你做的这一波 它的空间到底多大 让我们确定这个方向就很长 让我们就从15分钟图或5分钟图 去找做单的路上信号 是这样的 就5分钟图15分钟图 它不是用来给你说 你会来长多少或跌多少 5分钟15分钟是告诉你 有没有做单的这个信号 它是这个意思 那比如5分钟图出现了摇曝影 或出现了什么顶部或提供信号 那么这个就是做单的理由 日图4小时 它只要是看大方向 看多大呢 日图是看接下来 一两天或说本周大致往零份上走 4小时图也是这样的 所以它们主要是用来判断 你可以瞄点眼 但是你做日线 就能做单的时候 做人单的时候 你最好还是不要以这个 日图跟4小时图 因为日日内单 目标也不大呀 目标也就是撞个三美金五美金六美金 那就OK了 那么你的目标进来 是这样的 那就没必要以这种大众继续看完 你只要能看多一小时 它未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是让脑袋下跌 那做那么一两个小时的单就可以了